灿烂的笑容,迪拉伯和张灵鹤在The Truths Are中引起观众的骚乱。 真相第二季,神秘制造奇迹中的瑞娜和他们令人着迷的互动。 真相的高度期待回归在粉丝中引发了一股兴奋的热潮, 尤其是迪利热巴与The Truths Are所有成员之间的动态互动。 迪利热巴和张灵鹤之间的化学反应尤为令人振奋, 让观众感到兴奋和渴望更多。 在真相第二季的最新宣传材料中, 特别强调了迪利热巴和张灵鹤展现出的传染性笑声和充满活力的能量。 新的宣传活动成功地捕捉到了节目的本质, 暗示着观众在即将播出的剧集中等待着的迷人之处。 粉丝们表达了他们对迪利热巴和张灵鹤参与更多不同种类的综艺节目的热切希望, 被他们雌性的存在和无可否认的魅力所吸引。 宣传工作引发了一阵期待的狂潮, 观众们急切地期待着真相第二季的发布。 宣传海报类似于电影广告牌, 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展示着演员们的反应和扣人心弦的悬疑的承诺。 然而, 问题仍然存在, 这场令人兴奋的戏剧和实惠展开。 期待是可以感受到的, 引发了粉丝们的猜测和兴奋。 迪丽热巴和张灵鹤之间的明显化学反应, 使粉丝们感到兴奋, 许多人表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兴奋。 宣传预告片提供了即将到来的内容的诱人预览, 展示了迪丽热巴和刘云宁的传染性笑声, 以及BABA的真实反应, 这让观众捧腹大笑。 随着期待达到高潮, 粉丝们迫不及待地期待着真相第二季的发布, 渴望见证迪丽热巴和张灵鹤令人着迷的表演和俏皮的互动。 宣传活动成功地引发了期待和兴奋, 为一场扣人心弦, 难忘的观影体验铺平了道路。 总之真相第二季, 神秘制造奇迹承诺将带给观众一次充满神秘, 悬念和迪丽热巴与张灵鹤的雌性魅力的难忘之旅。 粉丝们迫不及待地期待着首映, 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在各种综艺节目中 见证他们最喜爱的明星们迷人的存在。 真相第二季注定将以其诱人的神秘与恶作剧吸引观众, 让观众们急切地倒数着日子, 直到它的发布。 谭剑慈新剧四方馆来袭, 古装探案清洗风格引期待, 看点十足。 谭剑慈即将上演的新剧四方馆 在首播前似乎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随着预告片的发布, 观众们已经充满了期待, 而这并不难理解。 在电视娱乐领域、 服装、 侦探风格和轻松幽默的结合 无疑是一种倾心的变化。 首先, 让我们谈谈谈剑慈本人。 以长相手中的向流一角而闻名, 他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位 具有强大银幕魅力的才华横溢的演员。 如今, 在四方馆中扮演袁墨一角, 他似乎准备展示他演技的另一个方面。 扮演一个表面看似无忧无虑但雄心勃勃的角色, 与他以往的角色有所不同, 这种角色动态的转变是观众们急切期待着见证的。 剧种的选择也颇具吸引力。 历史剧和侦探故事一直是娱乐界的一大特色, 但将两者结合起来, 并以轻松幽默的口吻呈现, 带来了新的视角。 这无疑是一种赌注, 但从预告片所引发的激动来看, 这个赌注似乎是成功的。 在历史背景下穿梭, 充满神秘和喜剧的乐趣之旅, 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 此外, 剧中的设定本身也为剧情增添了另一层趣味。 四方馆可能会将观众带入一个 不同的时空和地点, 让他们沉浸在一个充满复杂服装、 古老习俗, 甚至政治阴谋的世界中。 这种逃避现实的感觉正是许多观众所渴望的, 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暂时摆脱 现代生活喧嚣的修气。 剧中人物的潜力也是引人注目的。 游谭剑词扮演的袁墨似乎是一个多面低角色, 故事展开时会逐渐揭开他身上的层次。 他表面看似无忧无虑的态度, 可能掩盖着更深层次的动机和冲突, 为故事情节增添了深度, 让观众对他的旅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 一部剧的成功往往不仅取决于 其故事情节和角色, 还取决于于演员之间的默契。 虽然谭剑词无疑是焦点, 但配角的表现将在将四方馆的世界 呈现给观众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配角的出色表演可以提升整体的观看体验, 为观众营造出一种连接感和沉浸感。 当然, 期待伴随着期望, 而四方馆背后的团队无疑将感受到 要实现预告片中的承诺所带来的压力。 挑战在于在整个系列中保持幽默、 神秘和历史真实性之间的微妙平衡。 走得太远, 剧情就有可能疏远观众, 或者陷入老套的领域。 此外, 四方馆的成功还可能对整个电视行业 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近年来, 随着流媒体平台的崛起和全球化娱乐的推动, 对多样化和创新内容的需求日益增长。 凭借其独特的题材融合和吸引广泛观众的潜力, 四方馆不仅有机会在本土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还可能在国际舞台上产生影响。 此外, 四方馆的推广和接待凸显了媒体消费格局的不断演变。 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产生炒作和与观众实施互动的强大工具。 该剧的预告片已经引发了粉丝们的讨论和猜测。 营造出一种超越传统广告渠道的期待感。 内容创作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互动反映了娱乐形式向更加互动和社区驱动的转变。 此外, 四方馆的成功可能为该题材带来更多的实验和创新。 如果观众对历史剧、悬疑和喜剧的融合作出积极回应, 可能会鼓励其他创作者探索非传统的叙事技巧和主题组合。 这反过来可能会导致更丰富多样的电视节目版图, 为每个口味和兴趣提供选择。 从文化层面来看, 四方馆有可能加深人们对历史时期和传统的欣赏和理解。 通过对古代习俗和社会规范的描绘, 该剧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窥视过去时代的窗口, 邀请他们反思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相似和不同之处。 通过将娱乐与教育相结合, 四方馆不仅娱乐观众, 还丰富了观众的文化素养。 总之, 对谭建茨新剧四方馆的期待不仅反映了它作为一部引人入胜的娱乐作品的潜力, 也反映了它在电视行业和文化话语领域更广泛背景下的重要性。 凭借其创新的题材融合, 引人入胜的角色和沉浸式的场景, 四方馆有机会在国内外都吸引观众。 随着观众们急切期待其首播, 舞台已经为四方馆在电视界留下了难忘的印记。 总之, 谭建茨的新剧四方馆凭借其承诺的服装、 侦探风格和轻松幽默的结合 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兴奋。 谭建茨对神秘的圆末的诠释, 加上历史背景的吸引力和角色动态的潜力, 为一个有趣的观看体验铺平了道路。 随着首播日期的临近四方馆将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看它是否能达到预期并为观众带来难忘的旅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